大家好,歡迎收聽《網向快報》 今天錄節目的日子是2020年2月15號 這裡有我去新西蘭義德台洋,還有在澳洲的珍BZ 你好啊,大家好,大家好,材志昇的好 還有在加拿大家餐生日,剛剛睡醒了 大家好,終於過一關了,情人節衣那個人又過了 沒事啊 既經艱苦,找到... 不要說,我老婆聽節目的 過去關算了 沒事沒事 我沒事,他不會聽廣東話,但留言他會看 所以到來 這時候是師兄啊 是啊,小小一點 節目開始之前,每日聽三寶 哪三寶呢?就是幫向編輯部 正向部和曬冷氣 每日聽三寶,發放正能量,一定沒有煩惱 好啊,不聽實酒寶,支持三寶,個個身體好 嘩,比我厲害 下次你說 下次你說 下次我說 好啦,我們看看有什麼話題 好像有個大明星,好像疑似喔 走失了喔,大哥 是啊 阿寶珠姐走失了喔 在台灣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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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同名同姓 同名同姓 抱歉 同名同姓 同名同姓 我們有位叫騰寶珠的女士 本身要隔離的,但就是潛逃 是不是這樣 她變成了逃犯 不只是一位 是三位 其實總共是四位 但是呢 現在就找回三位 為什麼我們要說這個新聞呢 就是我的家人在台灣的親友十分之怒火 因為呢 他們就想去西門町逛一逛 誰知道 柯文哲市長說 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走 結果為什麼 因為三個港人去了台灣 按住當地的法 最新的規例呢 就要隔離十四天 誰知道 他們說 我 我不知道啊 那條短信 原來是叫我們不可以到處走 我不知道啊 我肚子去買法盒而已 我不想啊 哈哈 我真的不想啊 首先 那班人 其實 你意思是說 那班人原本是 在香港那裡遊客 遊客 但是呢 他們最新規例呢 就是呢 非本地居民呢 入台就需要在他自住的酒店 或者AMBMB的地方 就檢疫十四天 那誰知道呢 就有人出酒了 之後有人去台灣當局失聯了 兩個字 即是很被迷 其實就是 查不知 那今天呢 我也認真看看 因為我那些台灣的親友 就發了一條YouTube影片 就是這個阿文哲市長 那他就很無奈地說了 唉 本來就希望他們 他們自覺一點 都不想這樣做的 現在去到西門町的人 不可以去玩了 不可以走 要全部大消毒了 那當然啦 之後呢 台北市府 就充罰他二十一萬台幣 還有強制送去隔離所 做得好 好啊 送去隔離所 每隔一天都要計算錢 那為什麼我們剛才說寶珠姐呢 是因為有一個三個人 被沉迴的三個人呢 有一個真的叫陳寶珠的 另外兩個都叫張的 但是 是 原來事後才發現呢 三個人填的地址 和電話都是假的 軟差那麼調 啊 真是 現在還未找到 找到 找到 是找到 是啊 台灣綱局就說 三個人呢 就在星期六的早上 在香港進入台灣 按住當地最新規例 就是要在他住的地址 檢疫十四天 經過防疫人員聯繫兩次以上 並透過 台灣的 警政機關協助審人 還未找到 事後 現在找到了 就是 好不好意思 是被別人找到 那樣子很醜 事後才發現呢 三個人填的地址 怎樣啊 全部都是假的 唉 但是呢 就是他們 但是原來寶珠這個名字 是真的 寶珠是真的 寶珠是真的 只有寶珠和性別是真的 證明是真的 就是跟著他講 跟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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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他的人 都說的話 都是假的多了 就是那些 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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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道員 客席 其實台灣當局 都已經是很給他面子 哎 就是 當時就沒有公開他們的照片 先 但是 找到的話 當然 我們都說 就是 重罰 還有 真的很沒面子 他們不是說 哎呀 我們跟台灣人聯繫一 是我們的高素質的人 高質素 高質素的人 所以 我們 我們 你也要 是嗎 我是上等人 所以 我們 上等人 就給你一些上等病毒 你享受一下 是嗎 沒錯 其實 我就看一下 台灣網友的反應 對 確實說 他說 因為他 其實 為甚麼這個呢 第一條的評論 其實就是我親戚 我說 為甚麼有你的樣子 對呀 我很生氣 因為他們 西門町都不能開 就是有個 種字 很古怪 種的圖案 讓你們來台灣 避難 已經是很好的 居然有病 其實他不是有病的 是未知有沒有病 居然有病 還到次亂跑 抹發你一百萬已經太客氣了 一百萬新台幣 一百萬新台幣 新台幣 隨意五 就是二十萬港幣 是呀 都很金的 隨意五 是 差不多 二十萬港幣都很金 大哥 真是 幾皮的價錢 一個人 但是 還 如果他說不給呢 那他們怎樣 我不知道 但是他們現在應該是 不給 就列入黑名單 以後不去 以後不可以去 就是九成九 但是 你又不會放他走 那他在裡面 白吃白住 沒辦法 因為要隔離 我只隔離了他 他不肯付錢 那你又不能放人 那是不是要 逼他進去坐下 才行呢 隔離員就逼他進去坐下 就是再給他一張單 然後就做足夠的功夫 隔離員就給他一張單 他就不結帳 不結帳就繼續追究下去 只能夠這樣 一般這個是政府機構 你沒辦法政府 你沒理由 就是如果介他出境 他不給錢的話 他就變成黃人口中的雙妃 不讓他去 不讓他再入境 雙妃媽媽 對 那你就變成雙妃媽媽 你就變成一直 你們口中的港王 對 還有我剛才錯的 剛才說 隨意五國的人民幣匯率 其實對港幣是 差不多25萬8千元港幣 都幾金 三個人 老實說 去玩一玩 去台灣玩 對 真的 哦 真的 之後還有人說 驅逐出境 罰得太輕了 直接驅逐出境 之後 又更加 又更加激烈 別讓香港人再入境 好媽 今天不是他們口中說得這麼偉大 大家一起做面先 我相信 香港人 很多比較低質素的香港人 都去了台灣 最離譜 當然就是那次 就是因為他 所以才要一個 逃犯修訂條例 就是那位 殺了女朋友 陳同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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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過這麼多事情 還有另一個 另一個 我記得就是有個 有個女生 搞到租了別人的房子 兩個 兩個女生 對 搞到很骯髒 又有些 那些衛衛紗 那些廁所 都沒有衝過 對 真的很骯髒 人家好像花了幾萬元新台幣 才能清得乾淨 那其實 其實 柯文 那個 黃珊珊 台北市副市長 就說 呼籲修改法例 就是 將他們上片公佈 那不然很難找人 但是柯文就說 算了 不要人肉搜刮他們 令到他們很不堪 也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 但是 如果你不重罰 那些人 下次又有 有人做過同樣的事情 是啊 你要知道 香港人是得寸進尺的 是啊 每次下一個就跟著了 不是說 我說定你會知道 台灣人 哈哈哈 你 你想著得寫好 以衰回首 吃著想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精神 是 但是 最搞笑的是 有些人說 非常時期 港仔才別來 好嘛 這樣 之後 有人說 香港人 本來數字就很差 有些編集 叫藍色 女戰 也不是這樣的 只是一部分人 不是全部的 其實我覺得 大概都是一個共同的意見 就是 21萬台幣 很便宜 這麼說 很便宜 很便宜 是啊 我不麻煩 就是 就是 連 衣服也不接 尿都不懂 鎖 鎖到處都是 給我Homestay Mom 投訴 其實搞得很難堪 因為是 事實上 都不知道怎麼說 又不是 因為那個人 就是那個 就是我這個學生 其實都 十八歲的 十八歲的人都成年 成年 你有時候 就是個人衛生的東西 都處理不好的 那媽媽就迫他出來 還是他腎不好 我都沒有他 十八歲的人 腎不好 哈哈 但是 就是你看到 香港人的質素 就是 就是 沒有了爸爸媽媽 或者沒有了工人 就在那裡 沒有家教 是 不懂自己照顧自己 很可憐 是 大哥 你想想他們 他們的父母 不是全部 但是有些怪獸家長 我記得阿佬她說過 有些家長 是 明明兒子錯了 之後 是兒子錯了 之後 搞到 叫做什麼 搞到 別人 有麻煩 他說 為何這個學校 這樣搞的 搞那個學校 他兒子不會這樣 他兒子犯錯 搞學校 是啊 是啊 所以怪獸家長 都是造就了 一批這樣的人 包括 現在這批 叫做 其實很多都是 寵壞港鞋 我覺得 不大可能 就是你寵壞了那些港鞋 有時候 都 你又 人家始終 人家的小朋友 你沒理由 幫人家教兒子 對不對 幫人家教兒子 一來不好意思 以來做什麼 遺憾他 是啊 真是脆弱 見到 見到 見到這種 這樣普遍台灣人 都很震勞 那 會不會影響 現在已經有沒有 收緊了 你 你那些叫什麼 收緊 暫時就沒有 但是大家都知道 心裡面 都知道 這些人都是難搞的 那 老實說 就是 現在 蔡英文 就利用了這幫人 叫做 連同了那幫 泛寶派 搞了一件事 其實 連任 香港這件事 一定是有原因的 叫做 蔡英文 大勝連任 其實香港這件事 都算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推動了一些人去投他 是吧 我覺得 現在 台灣 是利用了你之後 我們都說過 他們不是說 阿之鋒哥不是說 哎呀 你可不可以修定法律 令到我們 可以容易一些 異文 我們的議事 可不可以定居台灣 很對不起 蘇貞昌 就是這個 行政院院長說 現在法律可以了 不用擔心 我們 我們沒事 我們不用再修法律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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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等你們 站在他那邊 搞到國民黨不在了 變了尿糊 都是那一句 你這幫 港仔 一個賭局 不是 你這幫港仔 還要騎立刻 民進黨必勝 好像老蕭那些 賭局 不是我們意思 是他們說的 不是我們說 我們不是搞台獨 我們說明 抓住我們這句話 是嗎 你不單止是台灣 其實我覺得澳紐 都是收緊了 有些學生 那些什麼 香港的學生更加 收緊了那些 就是看了那些 Student Visa 我們上次不是說 有個 某 某學生會的副委員長 在Brisbane被人查了很久 因為他搞過這件事 然後問了他很久 他就說 你澳洲人 是不是收了中共錢 什麼他都這樣說 只有一條路說 他就說 世衛那個 叫譚 譚德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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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譚德塞 都是窮身 不是譚德塞 而這個 趙一元先生 肯定收到中共錢 全部都是收錢 只有他們不是 他們不收 他是沒有收大紀元錢的 我相信他一定沒有收大紀元錢的 他當然沒有收大紀元錢 他這些 免費替大紀元做節目的 一定是這樣 他一定是免費替大紀元做節目的 除非不是 他不說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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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過他 他是要找個地方 為了香港 可以付出生命 綁子彈都不識一切的 不要緊 最重要是香港好 但是 一個這麼偉大的地方 這麼美麗的香港 他所說的家鄉 啊 還有一句話 我們不記得說 啊 老超說自己是香港之子 令到我想起另一個很出名的 感動啊 哎呀 就他是陳水扁 幾十歲人 幾十歲人還說自己是蜜子蜜子 七十歲 我勸他多吃點雞子 真的 哈哈哈哈 不是我再想想想 蛤 你叫蜜子蜜子 喂 啊 陳水扁就是說自己台灣之子 搞得我要入獄的 那老超你不會走回他那條路啊 我相信他會的 他就隨口說而已 很多事 他個人是很小心的 不會犯法的 香港之子 一張紙的紙 是吧 香港之子 香港的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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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但是每個人都搶啊 你不要說 啊很貴啊現在 減除要賣6.9一斤 是啊 在亂世之中 他就值錢了 天下太平翻 就變回不值錢了 就是這樣而已 現在就是6.9 都說得明白了 亂世之中 他就是6.9了 平靜翻就6.9了 哦 這樣啊 現在就是6.9 對不起 6.9 哎我經常說錯話 6.9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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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過 浪冷氣的內容 不過今次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大家 先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強 還有浪冷氣 點讚 訂閱 還有我們節目留言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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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minate